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行情啊 早上这个开低 然后走高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定的势头 这个万民哥上个礼拜五结束以后 去看了一下那个日K线的变化 上个礼拜五结束以后 出现了上个礼拜五 出现了连续三天的日K线三连红 日K三连红 我再看了一下子 足足两个月没有出现日K三连红了 就昨天礼拜 上个礼拜五 这个终于出现了 这个是不是代表一个什么特别的信号呢 很值得大家玩味 那再加上今天早上的这种走势 相对的比较强一点 那这个背后啊 外民哥觉得有一个大家要注意到 就是资金行情的变化 就是人民币的升值 这个A股过去几次的大涨 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因素 就是人民币升值 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 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现象 今天最近啊 你看上个礼拜五晚盘 不是这个国际盘 人民币又创了这个 2022年好像是五月份以来的新高 这个再加上美联储 今年降息应该不止那么一次 还会降到明年 所以呢 这个预期心理 就是大家预期人民币升值的心理 那一定会造成一些资金 那回流到国内来 那你这个意思 会有人就讲说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在国际上或者在美国的资金 都要跑回国内来 那这个美国人乐意见到这个情况嘛 美国人当然不乐意见到这个情况 是不是 但是呢 他也不能不降息啊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那他可能就会 刻意呢 去制造一些 非经济的因素 然后会影响到金融市场 你知道吗 就是要确保美元的强势的话 那最好就是升息 强势美元 但是没办法升息要降息的时候 那就会出现弱势美元啊 美元就会出现了认同的危机啊 那怎么办 那就让别的货币不安全 那要怎么样 让别的货币不安全啊 其实在别的地区国家呢 制造一些动弹 这个是万民哥跟大家 这个开头之前啊 要大家注意的一些事情啊 我们不是分析师啊 不能去讲这个东西 讲得太仔细啊 那我们回到新闻啊 这个这两年啊 应该讲过去一年多来啊 人工智能都是一个话题 那大家发觉啊 搞好人工智能 其实就要搞好半导体啊 是不是啊 人工智能啊 这个现在的领头羊叫英伟达 它就是一家半导体公司 那英伟达吃香喝辣的 那一定也有很多企业 跟着它吃香喝辣 那这个吃香喝辣最多的 不是那个OpenAI啊 不是那个亚马逊啊 因为他们是买那个英伟达晶片 人工智能芯片的公司啊 那买了以后能不能创收 创立还不知道 但是英伟达已经赚得满满的 英伟达赚得满满的同时呢 还有一家公司也赚得满满的 那个就是 台湾地区那个台积电 因为英伟达所有的东西都是给 100%的东西都是给台积电生产 那英伟达赚很多 那台积电当然 对不对啊 也跟着沾光啊 而且啊 这个独一家 这个唯一能够满足英伟达 需求的 这个半导体代工业者呢 对不对啊 就只有这个台积电 所以这个台积电呢 还有英伟达啊 这个过去这一年多两年的这个表现啊 让了很多人流口水 觉得有为者易若是 就是台积电可以这样搞的吗 我们也来搞一个台积电 所以外媒哥早上看了一个新闻啊 就是阿联酋啊 阿布达比啊 把这个找台积电的人啊 去那边聊聊天 谈谈投资 外面呢 就传出来 阿布达比呢 也要在当地呢 阿联酋啊 也准备投资1000亿美元啊 在当地呢 建厂 吸引台积电啊 那三星呢 到这个中东 到阿联酋呢 去盖金源厂 外媒哥看了这个一下子以后啊 就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这个台积电能 三星能 那并不表示其他地方 都可以复制这个经验 这个 不管是印度啊 或者人家讲越南啊 外媒哥都觉得 他们盖不了半导体的 因为这两个地区都缺电嘛 都缺电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可能去盖半导体厂呢 印度缺电很严重啊 而且偷电的情况更严重啊 盖不了的 所以呢 这个印度呢 就找了一家 台湾的 也是一家 晶圆代工厂 那个是很low的啦 那是 那个 老实讲 台湾地区你说半导体很厉害 也只有台积电一家很厉害啦 其他的也不行啦 其他不就联电嘛 还有什么粒基电啊 这些东西啊 都不行啦 他那个比中心啊 可怕都还要差 但是他们有那个想法 那就让他们去做嘛 那阿联酋也想 阿联酋不缺电吧 阿联酋绝对不缺电 他那边有石油有天然气 绝对不缺电 阿联酋啊缺人 你想想看 就那么百来万的人口的一个国家 他哪来那么多 这个劳动力啊 可以满足金元厂的这种需求啦 而且这个都要这种高级的技术工人 你看美国都搞不好 那何况是阿联酋的 但他说我可以用印度的啊 可以用巴基斯坦的啊 可以用其他地方非洲的啊 这些劳动力 这都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啊 这个 这些劳动力啊 不但要充足 而且要任劳任悦 要不怕爆肝 这个是前提 那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 上个礼拜五啊 国际啊 半导体市场传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就是高通 Approach 这什么意思呢 跟英特尔 开始接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take over in recent day 就是最近呢 高通跟这个英特尔啊 接洽 想要什么 并购它 take over它 就是接管它 因为英特尔很惨啊 这家老牌的晶圆厂啊 没想到今年突然出现了这个亏损 而且现在啊 感覺到英特尔还看不到 能够转亏为盈的 这种苗头 英特尔自己讲啊 它现在投入的这些提高 技术制成的这些大额投资啊 可能要到2026年啊 以后才可能看得到收益啊 也就是说2026年以前啊 英特尔可能都会赔啊 那2026年以后到底可不可以赚 没人知道 所以呢 高通就要去 它要找这个救星啊 对不对 就找外部的资源啊 所以就传出来高通 可能要买英特尔 但也有人讲啊 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 英特尔现在的市值啊 还有933亿美金啊 就是百足之仇啊 死而不僵 这个 这个二死的骆驼比马还大 就这个道理 所以你要看这个 别看英特尔奄奄奄一息啊 你想去救这家公司啊 还不是一般人啊 有这个忍耐的 所以呢 有人讲啊 这个高通啊 去 找这个麻烦 会是一场灾难 但 由这里 对应 什么印度啊 越南啊 阿联酋啊 都需要想搞半导体啊 大家都把这个事情啊 讲得太 太天真的 想得太简单了 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现在呢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唯一对台积电有威胁的 那还是中国的半导体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中国人嘛 第二个呢 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嘛 有强大的政府嘛 台积电 崛起的过程中 大家如果愿意去注意的话 它成功的因素啊 就是这几个因素 这个有一堆任劳任月的工程师 有这个政府啊 这个 当然台湾地区那是伪政府啦 强力的支持 把工部分的资源呢 大量移转给它 提供免税的啊 还有各种激励措施啊 这个是根本的原因 而且啊 而且啊 而且要怎么样呢 而且要这个 把它看作一条无悔的道路 走出去以后就没有回头了 你搞个20年 30年 40年 就可以走出啊 这个康庄大道 台积电的成长过程啊 就是这个路径啊 别的地方复制不了的 复制不了的 那我们再看看英特尔呢 昨天也 这个这两天也发布一个新的讯息啊 因为公司不好啊 它就想办法要变卖资产啊 所以前段时间啊 有人说英特尔要把它现在最有 价值的一个 一个转投资事业啊 叫Mobileye 就是做自动驾驶的啊 Mobileye在自动驾驶的技术方面啊 不考虑到 就美国来讲啊 不考虑到特斯拉的话 就是排名第一 那它厉害还是特斯拉厉害呢 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 Mobileye 现在啊 英特尔啊 投资了上百亿美元啊 那现在呢 对不对啊 是 唯一自首可热的一家公司 它如果有哪一天啊 产品呢 可以大量被应用 然后IPO的话 那绝对啊 是它一个主要的获利来源 但是呢 现在就看英特尔能不能撑到 哪天呢 Mobileye这个上市 然后呢 大量的这个技术呢 被人家 追捧认同 这个 那就 不得而知了 就看 英特尔自己的命吧 这个 是英特尔啊 还有国际半导体啊 这两天的一些 新的信息啊 那接下来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 就是 那个 以色列啊 用 船呼机 巡呼机 有人叫BB Call 对不对啊 在黎巴嫩啊 发动大规模的 这个 无差别的 随机性的 这种 恐怖 暗杀行动 这个当然造成全世界 很大的震撼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两天啊 特别是国内的 这个网路上面 有很多博主啊 就提出一个观点 就说这个 现在中东地区啊 或者很多国家啊 都不敢 再去 跟欧美的这些 IT大厂啊 去买这些IT产品了 因为 这个 船呼机里面 被人家安置一个炸弹 可以 进行恐怖攻击 大规模的这种 杀伤 造成大规模的杀伤 那手机也可以啊 各种这个 随身的 这个 装置啊 对不对 都可以啊 是不是 你这个 BB Code可以 手机可以 iPad可以 电脑可以 这个 会造成 一种 社会 对于 IT产品的 这种恐惧 因为有心的人呢 就可以透过远程的 遥控 对不对啊 来进行呢 这个大规模的这种 无差别的这种 这种攻击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在国内 这种新闻很多了 所以有人就说 哎呀 大家都把单转到中国的公司 因为中国公司最安全 这个是一种合理的推断 那你买美国的公司不安全吧 那你当然就是买 这个东大的嘛 对不对 白头鹰对不对 不被人家信任 那熊猫也许 可以被人家信任啊 因为 这一次对不对 会发生这个问题的呢 对不对 也是一家西方的公司 这个 这个 匈牙利的BAC 那他用的呢 是台湾地区一家叫做 金阿波罗 他所提供的 这个技术 来生产的 这种 带有 这种小型炸弹 的这个 巡浮器 那他们都是一个圈子的人嘛 你看那个 那个 那个 媒体去访问那个 台湾地区那个 做BBCode的那家公司 是什么金阿波罗 他自己也承认啊 哎呀我的东西也卖给美国联邦调查局啊 那你卖给联邦调查局啊 那可能也卖给五角大厦 也可能卖给美国的CIA啊 当然啊 也可以卖给以色列的莫萨德 谁知道呢 对不对 谁知道呢 所以大家就有这种质疑 苹果的会不会 哪一天也被人家安置了一个爆炸装置 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恐怖攻击呢 这个老实讲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 国外大量的主流媒体去报导这个新闻 去质疑这个新闻 但是呢也有一些社交平台上 国外的社交平台上去反映类似的观点 我们看有个X平台上的一个博主啊 说iPhone啊 Exploding就是爆炸 这个黎巴嫩 在黎巴嫩出现了这个iPhone的产品去爆炸 而且是呢 是什么呢 是Browing up random peopl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差别的随机的攻击 Random就是一种随机性的一种 对人的这种攻击 但也有人说说啊 根据现在黎巴嫩所传出来的相关的事件的报导 没有发觉针对真主党的这种爆炸攻击呢 这个图片中呢 是iPhone的东西 是苹果的东西 那国内也有一些博主就传这些新闻 也有人说哎呀 这个苹果的东西啊 对不对有爆炸的危险 那今天外面应该看了一个新闻 说苹果公司解释说 一般状况下手机不会爆炸 那有人就质疑啊 那特殊状况下 是不是就会爆炸呢 外面应该跟大家去查了一下子啊 这个新闻呢也是只需无由 第一个苹果没有做任何官方的澄清 说他的手机会不会爆炸 对于黎巴嫩 这以色列利用寻呼机 进行攻击这个事件 表达任何的反应或者意见 他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澄清啊说明啊解释啊 辟谣没有哦 他完全没有 他就有媒体说 苹果正是辟谣或者解释 所以一般情况之下 他不会爆炸 苹果没有讲这个话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大家就是趁新闻热度嘛 不就这么回事嘛 但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必要呢 我真觉得也没有必要 你这样子去把苹果一拉进来 说他可能被人家利用啊 作为恐怖攻击 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当然有这个可能性啊 就是你有没有必要这样去讲这个事情 是一回事 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又是一回事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的高度 我再拉高一点 因为以色列这个做法 利用一般民用商用的 这个通信产品 对平民进行大规模的 无差别的攻击 当然他本来是要针对真主党 但这个 这个巡伏器跑到黎巴嫩以后 当然一部分被真主党的人拿走了 那一部分也被一般老板姓用啊 也可能是真主党的家属啊 对不对等等等等啊 但是你就作为一个国际领头的 IT业的leader 对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不能够装得不知道 不能够视而不见 为什么呢 这个是破坏 国际 大家所公认的一个商业游戏规则 你如果没有人对这个事情 用严肃公认的态度 去这个 去做这个立场的一些 这个重申啊 或者呢强化的话 那我告诉你啊 那国际贸易啊 还有整个商品贸易的 这种安全性啊 那就会受到 这个严厉的挑战 那我们几乎 没有任何人能够在 安全无益的情况之下 买到我的东西啊 是不是啊 他今天可以 用BBCo 明天也可以 在矿泉水里头 去加毒啊 对不对 过两天呢 也可以在那个 衣服上面呢 对不对 公开贩售的衣服上面呢 去喷一些什么东西呢 造成伤害 那这个事情 是不是应该要有人负责呢 是不是 所以对这个行为啊 你做一个IT消费产品的Leader 领头羊的厂商呢 你就应该 要求你的供应商 还有要求 你的经销商 要求或者呢 呼吁你的 这个消费者 大家对这个行为呢 对以色列这个行为 应该要有一些严厉的谴责 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我现在去讲嘛 以色列可以用BB Code 但是它也可以用苹果的iPhone 但是它也可以 用小米的 用华为的 一般可以提供我们便利的 这些IT产品 随时都可能变成杀人工具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把这个格局啊 你放大一点的话 这个是全世界啊 所有的IT企业啊 都应该站出来讲话 但是呢 你现在碰到以色列 这个事情呢 在美西方国家来讲 就变成很敏感的问题了 以色列做任何事情 不能谴责他的 否则你就是反由 就以色列今天会干 那么嚣张的事情 干那么没有底线的事情 不也是大家长期放纵的 放纵的结果吗 特别是美国啊 那更不用讲了 那在苹果公司里面 对不对 还有他这些大股东里面 犹太资本啊 或者犹太的科学家 那多得去呢 是不是 所以他们都不敢讲 都不敢讲话 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只能 看清楚一件事情 这种曖昧的态度啊 就背后啊 就有一些 见不得人的勾打 这个 这个万民哥对这个事情的 看法啊 苹果不要等着人家 来去质疑你 你自己就应该站出来 对这个事情 说说你的看法 因为你有这个责任啊 你有这个义务啊 你说我只卖手机 这个事情干我屁事 而且没有错啊 你只卖手机啊 我没说干你屁事啊 但是呢 你是在一个安全 被大家信任的环境之下 进行交易 然后才有可能 获得这么巨大的利润 这个社会呢 是一个大家 这个命运共同体 对很多事情呢 不要那边犹豫 不要自身事外 你 对社会啊 从社会中赚 从这个 全 这个全世界赚那么多钱 你对全世界 所有的人啊 都应该有负一定的责任 所以 平常不要去 唱那个高调 关键的时刻 对不对啊 能不能啊 做出正确的反应跟态度 这个才比较重要 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看一个新闻 这个今天早上 黄金啊 又创新高啊 哇靠 2600多美金啊 2653美金啊 又创新高啊 这个实在是让人家觉得 这个黄金不曉得 要涨到什么时候 会不会涨到3000啊 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我还没跟大家讲啊 这个战争的阴影啊 正在 这个 扑面而来 我看最新的新闻喔 也不过就两三个小时之前的新闻喔 真主党 这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 war就是 正被高峰 他要进行一场 war of reckoning 他要进行 清算式的 算总账的 一种战争 这个 reconning就是计算的 reconning exchange of fire with israel 这个 escalate 就是他跟以色列交火的情况啊 正在逐步的上升的那个 的时刻呢 真主党说 要跟他 以色列拼了 要跟他 算总账 那 这个 万民哥觉得 这个 中东地区现在看起来啊 现在最孬的就是那个 伊朗 这个 哈马斯的政治局主席啊 在伊朗遇事以后啊 伊朗说要报复 搞到现在 已经拖了50天了 已经拖了50天了 伊朗还没有任何动作 大家都知道吧 那个时候以色列 美国还派了两艘航空母舰 可以赶快跑到阿拉伯海 然后还有这个 东地中海 要保护以色列 现在有一艘已经回去了 已经离开了 就看别你这个 伊朗 但是他底下的小兄弟 真主党啊 说干就干 所以呢 这个 被以色列用船呼气 群呼气的BB code攻击以后呢 哈马斯这两天啊 对不对 没有一天啊 停下来 天天啊 有事没事就对准的以色列呢 去发射火箭啊 攻击啊 而且造成一定的伤亡 那以色列呢 也会展开报复 我们看另外一条新闻 路透社的 路透社是说 以色列说 Operation Liban 就是他在 Liban的这个Operation 就是军事行动 will continue 就会继续下去 还会继续下去 就我现在跟哈马斯那个 那个 之间的这种 军事行动啊 不会停下来的 其实 只差没有公开宣战了 那其实现在就是啊 这个Liban跟 以色列 以色列跟 这个真主党之间啊 现在就是处于 这个激烈的交火 互相攻击的 在这个战争状态 而且要继续下去 继续到什么时候 Until safe of the evacued to return 一直要到呢 这个 在以色列北部 以色列 因为 真主党去打以色列嘛 所以他把北部啊 这个 居住的居民啊 大概有五六十万人啊 都向南 迁移输送 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啊 但是现在真主党也很厉害啊 他刚开始呢 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呢 可能就离边界二十公里 外民哥看他那个礼拜六 最新的攻击距离啊 已经到五十公里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 外民哥找了一张地图啊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图上 一点一点红红的 就是 以色列 这个 发出 防空警报 ail alert 就是 这个防空警报的 地点跟 数字 所以呢 现在以色列北部呢 对不对 也不用上班了 也不用上学了 你要不然就赶快 离开北部 要不然你就躲在防空洞里头 什么事情也不用干 因为随时可能呢 那个火箭就过来了 距离 距离不远啊 一颗火箭过来 也不过就是一两分钟的反应时间啊 所以那个警报 响了跟没响都一样 就是说火箭来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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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话音未落 对不对 火箭已经砸到地面了 所以 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你说这个状态 这个国际上战争的风险 联合国已经讲了 他们很担心啊 这个战争会持续扩大下去 看这样子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 可能又要重新啊 回到东地中海了 那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黄金会出现了 这种大涨啊 也就不意外了 那你会说以色列 为什么非要这样子 跟真主党那样去干呢 真主党他飘人了 对不对 就是苦哈哈的 其实 按照生活水平来讲 那以色列绝对高过那个黎巴嫩 还有真主党 所控制的这些范围啊 他其实就是一雄二白啊 对不对 他唯一 这个活下来的目的呢 就是跟你 以色列呢 对不对 这个进行盛战 他怕你啊 对不对 我现在在军事上 对不对 好像呢 这个打不过你 但是呢 以色列 你不要以为你有高科技 你有美国撑腰 你也没好日子过 你每天过的呢 也是呢 这个提心吊胆的日子 所以他要跟他做 一方说 宣布呢 要做reconning 这种清算式的战争 那一方面呢 对不对 又说对不对 你敢来我就绝对放不过你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现在以色列的 这个执政党啊 库利德 对不对 他们必须靠这个战争啊 维持他们对以色列的统治啊 对不对 那你像以色列总统这个 这个内塔利亚胡 如果现在虽然不说停火了 他现在还有一百多个人职 对不对 控制在哈马斯的手上 对不对 但是呢 打到现在 已经快一年了 那一百多个人职 到现在还没救出来 那一百多个人职 在哪边也不知道 这个以色列几十万大军呢 已经把加萨走廊了 对不对 打了一个抵朝天了 那怎么他一百多个人职 就找不到咧 那跑哪去了呢 但是你现在在加萨走廊 去运用那个 进行军事情动 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哈马斯 现在要到加萨走廊 你要找什么都找得到 最难找的就是找不到 最难找的就是哈马斯 那些以色列人嘴巴上讲的恐怖分子 因为他们都化整为零 都躲起来了 是不是 你这个加萨走廊 对不对 两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你占领了 占领个屁用 是不是 你占领了他 但是你没办法 有效的去管理他呀 所以那几个人子 到底现在在不在 是活 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你现在如果他 内坦尼亚胡说 好我现在开始接受停火 那就表示你过去一年来 对加萨走廊 对哈马斯 对珍珠党的军事行动 是一败涂地啊 没有达到当时 所标榜的军事目标 要解放人质 要控制加萨 要消灭哈马斯 通通都没有 那不就是代表你的军事行动失败了 那以色列死了好几千人 对不对 花了几百亿的钱 结果这个战争呢 打下来 对不对 没打赢 没办法 为了维持啊 他政权的 存在的合理性啊 他必须坚持 这现在就是 以色列 面对啊 这个 伊朗 真主党哈马斯 还有其他 这个巴勒斯坦人 他所 这个 所处的一种困境 这个内坦利亚夫对不对 有困境 他就把所有的人 包括以色列人 包括美国 包括欧洲这些国家 都绑在他的战车上 跟他一起去耗 所以你说啊 这个 这个 国际的经济啊 那美国的经济啊 会好吗 我觉得 嘿 这个机会不太大 机会不太大 这个大概就是 现在中东的形势 停不下来的 我估计一年半的 都停不下来的 还会继续打 打到没日没夜吧 跟大家 这个 回应一下 小丸子霸吉祥 浅龙你好 博派你好 人生哪得多如意啊 这个 共赢 向掌上财经 你好你好 这个 杨梓 这个 大家好 随道流水不能稀 三字清清 潜龙 纾困 纾困 降息 谁纾困 降息啊 这个 货币政策一定会宽松一点 但是你说 这个人行 央妈会降息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金金你好 东方的明天 蓝调海月 这个 这个 16 iPhone 16的电池 已经发现有问题了 他这个也很奇怪 这个 苹果 可能他这个工程师都有问题啊 iPhone 16刚上了 结果美国就有人 这个 向法院啊 对iPhone 16提出告诉 说 他这个 电池的设计啊 有爆炸的危险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 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接下来再看啊 这个 美国联邦调查局啊 调查 调查15号 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佛罗里达州 发生了一个 刺杀 特朗普 为谁的事件 联邦调查局呢 得出了结果 得出结果呢 是说呢 伊朗的 这个 hack hacker呢 对不对 把sand sand 就是 偷来的 从特朗普阵营 偷来的information呢 送给了 传递给了 一个人 这个人呢 association with biden campaign 就是 是这个人呢 这个 刺客式民主党阵营的人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 特朗普会出现在 佛罗里达的高尔夫球场 然后去刺杀他呢 是因为 伊朗的黑客 从 共和党 特朗普的阵营中呢 偷到了这个信息 然后 给民主党的人 让民主党的人呢 对不对 知道这个信息以后呢 去干掉他 去干掉特朗普 这个新闻啊 出来以后啊 这个 一时激起千层浪啊 那 有反映了几个问题 伊朗是不是试图操纵美国选举 这个联邦调查局讲的 这个联邦调查局讲的 第二个呢 民主党的人 为了这个 取得2024年 总统大位 已经不择手段了 跟伊朗勾结在一起 派人去干掉特朗普 那这个问题如果是真的话 对不对 那开什么玩笑 那在美国引起政治危机啊 但是这联邦调查局讲的啊 就让人家有很多遐想 是不是 民主党是不是 去勾结伊朗不知道 但这个消息出来 就会让人家形成 很多的联想 外民哥看这几天啊 这个特朗普 跟哈里斯的这个民意调查 本来哈里斯最多的时候是 领先3.3个百分点啊 现在又缩减到2.8个百分点啊 所以呢 这个 离投票日还不到两个月啊 随时 都可能有新的状况出现 更重要的 这个 现在呢 美国特勤局啊 的负责人 罗纳德罗啊 公开承认 这个 这个在宾州 特朗普遇刺案啊 这个特勤局的确 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到位 让特朗普啊 处于这个 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 这个特朗普啊 对于 这个 拜登 现在美国的 这个统治阶层 是高度的不信任 但这个事情呢 特朗普的心理状况 不曉得是什么 外民哥感觉到 我自己感觉 我没有什么 我感觉到特朗普 现在最近的 选举的活动跟方式啊 跟之前不太一样 话没有讲那么大声 然后有点怕怕的 大概觉得 我还没当上总统 就这么多人要干掉我 那我如果当上总统的话 是不是还有人 会这样再干掉我 美国总统是这样子啊 美国总统是 总统一人独大 什么叫一人独大 他当上总统以后 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 国会跟这个最高法院 理论上可以用司法权 用立法权 用监督权呢去制衡他 但是呢 行政权独大的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国会跟高等法院的制衡啊 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如果这个总统还同时握有了 他所属的政党啊 比如说共和党 特朗普当总统以后 共和党同时握有 从参议院跟众议院的 多数席次的话 那这个总统的权力那可大的了 那几乎没有人可以管得上他 权力这么大 当然啊他的一举一动啊都可能呢 影响到特定人特定团体 这个包括企业组织啊对不对 还有不同势力的人的利益啊 所以有人就会担心他上来以后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利益 那我就把他干掉嘛 不是这样子吗 干乃迪总统被干掉不是这个原因吗 美国总统过去呢 也不是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茅台 茅台又叠价了 然后最重要是上个礼拜五啊 收盘以后啊 茅台第一次宣布呢 实施回购注销制 什么叫回购注销制 他要拨60亿这个人民币 然后呢从公开市场中 买回茅台的股票 然后同时呢 对于这个持有人呢 进行这个注销 那这个就是讲不好听完就是互盘啊 那会互盘的原因呢 外面一个跟大家讲啊 第一个呢 估值偏低了 这是茅台公司自己认为 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 维护自己公司的市值跟股价 这个茅台曾经是啊 A股里面啊大家这个追捧的明星标的 很多机构都有它 也有很多人啊对不对 都有茅台 拿了它呢 它可以再进去再融资 所以呢 这个茅台股价一直跌一直跌啊 一定会造成 某些人信用方面的问题 所以做这个动作啊 其实很值得观察啊 股价太委屈了 股值偏低了 还有影响到一些流动性的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必须要出手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茅台真正呢 这个股价大涨大概是2016年以后 突破500块钱以后 哇就开始上升 然后呢 这个你可以发觉它 虽然股价还没有创下2022年 当时1235的最低记录啊 但是呢它的市盈率 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已经跌破19了 今天最新的记录呢 大概也是19.0405吧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茅台走势还是比较弱啊 弱于大盘啊 所以这个问题呢 还是出现了 整个中国经济形态的改变啊 因为这个同时呢 茅台 肥天茅台的股的这个售价呢 又出现了这个破底 本来今年4月份的茅台破底的时候呢 公司出现了这个保价的措施 但中秋节过了以后 显然这个措施啊 逐渐逐渐啊这个顿化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最新的价格啊 他还是偏高了一点 这个随着国内的消费市场 还有经济形态的转型啊 这个万民哥认为啊 还有的跌啊 那另外一点呢 还有个跟国内有关的新闻 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经常吃药啊 万民哥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啊 现在国内有70万家药店 那最可怕的啊 现在国内的药店啊 比奶茶店都多 我看了一下子啊 大概是2017年以后啊 这个国内的药店啊 突然大幅的增加 那可能现在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 药店最多的地方啊 就是万民哥现在所在的地方 天津市 天津你别看1500万人口啊 他有5600多家的药店 北京呢 北京啊 常居人口啊 大概有3000万人 他也不过就是5500家 比天津还少 上海呢 常住人口啊 大概就是2600多万 他也只有4600多家的药店 天津啊 15001600万人口 那居然 有5600多家药店 全国排名第一 而且啊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 天津的医疗资源啊 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 为什么呢 他三甲医院很多啊 三甲医院里面 都有很多自己的那种药局啊 现在实施这个医药 医药分离制度啊 就是你可以拿医生的处方 到外面的药房去买药 但是呢很多三甲医院里的 那个药局里面 他自己也出药 所以量非常大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啊 这个天津的用药情况啊 大概是全国排名第一 这万米哥估计的啦 那我们看看奶茶店啊 奶茶店呢 到2023年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 51万家 那2023年的时候呢 这个药店去年底的时候 已经是66.8万家了 所以估计啊 今年大概有70万家 这个新闻出来啊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最近有几个连锁 大型的这种药企呢 对不对啊 卖药的 连锁药企呢 对不对啊 出现了问题 负责人被关押 股价巨浮的波动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药店 这个通路啊 是不是出现那种泡沫化的情形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 本来啊 这个随着中国 这个人均国民所得 大家对医疗需求的要求不断提高啊 卖药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生意 但现在明显的出现过热的情况 所以 特别是 连锁型的大药局出来以后啊 现在 百分之六 百分之五十七点八的 药店呢 都是连锁的 这个 将来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 大家如果要去做投资布局 如果要去做投资局的时候啊 小心踩雷 这是万民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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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